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ryptoBitch叔叔的频道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Cardano ADA这个链 有两个主要的部分 那第一个是我个人觉得它最好用的这个钱包 会分享给你们 就是这个CC钱包 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直压 而且你直压的时候 你钱是可以一样随时提领出来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mini swap 是因为目前Cardano链上 它的这个应用程式越来越活跃 越来越多的这个直压平台 有在它这个链上做很多的这个应用 那么目前那个mini swap呢 在上面你可以轻松的享有年化报酬200% 可是是流动性的挖矿 一样加密货币投资是属于高风险投资 请自行做好评估做好研究 再进行不要轻易的尝试 以下说讲都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 好的那首先 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Cardano的这个钱包 那我会把这个钱包的网址链接附在我影片下方描述栏 那千万不要自己去乱找 因为现在好像有假的 就是它会把你的ADA给倒走 它有网路版你也可以啊 另外就是像这个 那个固定钱包一样安装在你的Google浏览器上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就安装在浏览器上面这样子用会比较方便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选左上角 这个一样跟我们固定钱包 这个新增钱包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最主要就是你要把你这个助记词 它给你这个密钥 你要把它保存好 一样写在纸上 然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好 那当我们首先进来钱包 它页面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 我们首先要先知道 我们要从哪里找到我们的钱包地址 在第四个 OK 那Cardano的钱包要注意一下 就是当你每一次转账 你每一次转账之后 你的钱包地址 它都会做一次更换 所以你每一次转完账之后呢 你第二次转账不能转到同个钱包地址 就是要换一个新的钱包地址 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第三个就是我们发送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钱包里面的币给发出去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会可以给你看到你的这个所有的交易记录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仪表版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注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二个选项 就可以看到我们底下有多少持有的这个币 这些币呢 都是我只要在他们的这个收集人 收集商上面的这个ADA 所以我可以去换取 现在它有这些活动 可以换取各种不同的小币 那基本上就是你只要付 大概一点多块ADA 你就可以换到了 我待会会教大家 那再来点到第五个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提到可以直接 在钱包里面就进行质押 就是这个币呢 它一样是在你的钱包里面 它只是透过协议帮你把你的币去做一个 而节点去做一个挖矿 那么目前我个人我自己选的这个收集商啊 就是这制作这个钱包的团队 那目前我个人感觉收益是还行啊 好的 那么我们往下拉住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这个收集商啊 那其实就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收集商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选 就可以直接搜寻这个名称 就选择跟我一样的就可以 那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个钱包呢 它一次就只能找一个收集商啊 那你把其他的这个ADA再存进来 它就自动的把你的ADA再存 存到这个收集商里面 然后去做这个节点的挖矿 那甚至是你的这个奖励 它也会自动的把你存进去啊 帮你附投进去做挖矿的奖励 虽然说ADA最近好像之前啦 比较没那么活跃了 但是我个人还是有非常看好它的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mini swap 好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提到年化保守200%的 就是它这个农场里面 那我目前是有职压在这个ADA 跟它的这个平台币的 目前是年化保守最高 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来做职压 就直接职压这个吧 但是一样它是做流动性挖矿 所以它会有这个无偿损失 那这部分就要自己去斟酌一下 目前的话我职压进来已经有1350颗的这个币了 好那这边的话注意啊 我们用这个mini swap的这个钱包啊 一样是要连接到我们CC钱包 OK 但这边要注意的是在你连接之前啊 你要先把你的这个APP给打开 OK 如果你没有打开它 这个mini swap是没有办法跟你的钱包做连接 然后做挖矿的 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奖励啊 是随时可以领出来的 那么这边呢 我快速做个示范 我把我这个币案里面ADA一样转出来 我要转到我这个钱包里面 那我们就要先到这边 然后来复制我们的钱包地址 这边贴上 这边贴上 这样送出就可以啰 好的 那这样的话呢 ADA就到账了啰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到mini swap 因为我已经把钱包连接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余额已经显示出来 那今天的话我大概只会拿100的这个ADA做示范 因为我已经把很多ADA存进来了 好的 那当我们到这个网站上之后呢 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因为一般我们要做流动性网络 我们是不是要先买好两个B 譬如说我现在要做ADA跟mini 那我就要一般的ADA跟一般的mini 然后直接做一个流动性 那再做示范 那这边的话呢 它有一个快捷的 就是它可以直接 你提供它ADA 它就直接帮你把它变成 这个ADA跟这个mini的这个流动性的LOP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这样点了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的换过去 就不用再自己买来买去 很麻烦 好的 那到我们换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农场 你就可以把你的LOP 直接给质押进去 因为现在ADA它的纹路就会有点慢 它换的时间都有点长 那这边的话 质押进去的步骤非常简单 我就不讲解了 好那我刚刚提到我们要怎么换到那些小币呢 因为这个活动啊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来领一下 如果做这个收集人质押的话 首先呢要先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跟他们官方合作的 网站的网址我一样会贴在我的影片下方描述欄 那这边的话贴上我们这个钱包的地址 发送地址 因为我刚刚有转过帐 所以我地址又变了 那我们就改一下 一样发出去 OK我口误啊 收款 刚刚不是转帐 是收款 收款的这个地址 好那他这边有告诉我 因为我在这边做这个值押 所以我可以领这些币 那这边的话呢一次你可以领10个 那你要领哪一个的话呢 就看自己了 随便你选都可以 那我个人的话呢 这个水滴我会领下 有几个这个狼的话也不错 狼还有这个 这两只狼 其他就可以自己看自己怎么选 好的OK那这样子我就选好10个了 然后这个按同意 把这边送出 那接下来他会要你打款 5颗的这个ADA 达到这个地址 我刚刚说大概花1颗嘛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你这样打款之后 他收到之后他还反还你 大概3点多颗的这个ADA 好我们一样先来打款 所以我们总共花了大概就只有 1颗多 那这边注意啊 我们就打5颗不偏不偏 不要多也不要少5颗 不然他会收不到 好了那当我们发送出去可以看到 他直接跳到我们这个详细栏 扣了5颗 然后还有 1颗的这个GAS费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包 已经有收到刚刚提到的 3颗多颗的这个ADA 还有我数颗的这个要拿的小币 这样子就可以啰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 依然可以在我的这个影片下方 描述欄跟我做联系 会在第一时间尽快回复你 如果说觉得这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也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个赞 然后帮我订阅一下 这可是就对我 对我这个最大的支持 OK好谢谢大家